-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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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早上九點 然後我們要來做早餐 今天要做馬鈴薯煎餅加美式炒蛋 然後加一些熱狗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動作先開鍋 因為我們鍋子是昨天介紹 昨天開箱的 那我們第一次使用一定都要跑這個流程 先把平底鍋用洗碗筋大概 再來重洗 那洗乾淨之後 我們裝八分滿的水 然後開火 把水煮沸 大家看得出來我們平底鍋這裡的水差不多滾了 那我們就把水倒掉 果然是不沾鍋 一滴都沒有留在上面 厲害 最後我們幫它上一層食用油 然後用麵紙 哇!我只有衛生紙 然後把它插勻一點 這樣子我們就把開鍋好了 那今天做的大概是兩到三成分 那我先用兩顆就好 那我們大概燙個五分鐘 主要是要讓它稍微軟化 這樣煎馬鈴薯煎餅才不會煎那麼久 好五分鐘了我們關火 好我們稍微把它放兩一點之後 我們來削皮 好燙 等一下隨便滷一下就起來 然後拿一把刀 我們把消不起來的地方 凹陷的地方挖掉 下一步是我們要把馬鈴薯切成很薄很薄的薄片 盡可能的薄 又要分開 灰通? 翻面了 翻面了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啊哭哭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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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我們現在來做美式炒蛋 大概用三顆蛋就夠 兩人份 先不要攪拌它 然後我們拿出奶油 那我們切一小塊 不用太多 現在碗裡面是三顆蛋還有一塊奶油 我們一開始鍋子不能太熱 太熱的話蛋一倒下去就定型了 那我們先加一些油 已經稍微有點在成型了 那我們就要趕快一直拌 要一直攪拌 不能在鍋子上面太久 一定要這樣子離開再回來 這邊加一點 我們最後再加一點熱狗 馬鈴薯煎餅 好我們做完了耶 這兩盤這個麥香炸很多 好啦我來吃它 試吃了 這有什麼東西啊 喔 這蛋 這怎樣 這要拔下來吃到 有個力量 喔要是不是太油 馬鈴薯煎餅太焦了 我啊 我啊 我就要剪進去喔 然後他會是彈製那個 壞壞壞壞壞 吃完了 不怕 你拿著 好這邊有一個 食材幾斤孔這樣 然後 我們每集都會請人來家裡吃飯 知道一碗 做完 給他們吃完 然後再給他們評論說 覺得自己行蹤這餐值多少錢 再看看跟我的成本有沒有差很多 那你覺得這餐大概值多少錢 200萬 不要不要 要現金好不好 你覺得也可以 欸我估50耶 還有49 反正就差不多了 我買75 4949 好啦 那我們今天第一集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我的做法有什麼 不太好的話 我私訊一定會 沒有你就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追蹤IG啊 按讚FPR 明天下午5點半 下一集 掰掰 之後再見 掰掰